寺院是供奉佛像和僧人修行的地方 也称为截篮 寺院中的许多细节、陈设 有些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有些则蕴含着佛法的内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们走进寺院每个殿堂 可以看到成立着大大小小 形态各异的佛菩萨像 这一期将和大家聊聊 掌管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像是佛菩萨造像中 最为常见的佛像之一 阿弥陀佛造像以西方三圣像 以及恒山式佛像交为普遍 阿弥陀佛和基加福座 首级定印、座与连台 或以立像、常坐寄影印、利语连台 根据有关阿弥陀佛的经典记载 往生与阿弥陀佛西方净土的众生 都是从零化化身的 因此有些阿弥陀佛像 手持一个小小的连台 以示寄影众生 根据《观无量寿境》中九品往生的说法 阿弥陀佛更据众生在人世间的不同修行程度 对待不同品相的众生 按不同的待遇进行他们往生 因此而有九品印 恒山式佛中 一半情况下 释迦牟尼佛居中持说法印 降魔印或定印 要是佛居东 一般双手或单手捧一药波或宝珠 宝塔 阿弥陀佛居西 单手或双手捧一朵连化台 表示西方净 这是恒山式佛的组合 阿弥陀佛掌管的西方极乐净土 与观世音菩萨 大四字菩萨 两位邪士 共同组合的西方三圣照相 较为普遍 只见阿弥陀佛手持连化居中 观世音菩萨手持净平 扬之 大四字菩萨肉脊上有宝平 信佛 阿弥陀佛最重要的是有信心 阿弥陀本为无量光无量寿之一 但我们坚信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能够敬以我们往生西方净土 此时念佛 我们的心中才能与慈悲智慧相应 这就是与阿弥陀佛无量光相应 一句阿弥陀佛无上深深残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